大家好 咱们看历史的时候 经常会发现 有的时候人们非常怀念过去的时代 尤其是赶上一个王朝灭亡 或者先帝爷驾崩 他们就会非常强烈的表达出怀念之情 南北朝的时候有这么一个故事 桓文打四川遇到一个老人 他是蜀汉时代的小丽 在诸葛亮手下当过差 已经一百多岁了 桓文当时正是所向披靡的时候 就很得意的问这老头 我跟诸葛亮谁更优秀啊 老头说诸葛公在时亦不决意 自公末后不见其比 他活的时候没觉得他有多厉害 他死了之后我们才怀念他 因为再也没有人能跟他相比了 弄了桓文一个烧鸡大窝脖 那么古代为什么会有怀念过去的思想 他们到底是有怀旧的情怀 还是图一些别的东西 咱今儿呢就来聊聊 首先咱说说啊 带着情怀怀念前朝的人确实有 但绝对呢是少之又少 毕竟这情怀不能当饭吃 更多人怀念过去的原因呢 是在本朝过得不无意 你像杜甫写过两首《一夕》 《一夕开源全圣日》 小义游仓万家史 他怀念开源年间的理由很简单 安史之乱上 他活得实在是太难了 拔月秋高峰怒好 卷我屋上三重毛 毛飞渡江撒姜椒 活得太惨了 是吧 这个一家人颠沛琉璃 幼子在他怀中活活的饿死 这活得太惨了 是吧 老百姓也是 这个辗转于道路 积体于路边 是吧 这个人口大大减少 十世九空 整个是中国历史的这个三次人口大迁移 以永家之乱安史之乱 靖康之变 三四人口大迁移 大规模人口南迁 这个原来的这个繁华的中原地区赤地千里 太不如前了 所以他写这个这个这么一首诗 其实其他朝代也有很多 说当朝子民怀见前朝的情况 这里边比较让人意外的 是明朝的长江三角洲地区 当地人一直对元朝是念念伯 元朝是蒙古人占领中原 中国等于就是亡国了 蒙古执政几十年是横征暴脸 朱元璋打着驱逐大陆的旗号起兵 按咱们的理解 大军每到一处 这个民众都得自发的单识胡江 以迎王施 不惜诱赌 汉家威夷 光复河山 其实那真不是这么回事 明清时候的学者吴吕镇就提到了 他是松江人 也就是今天的上海附近 在元桃统治的时期 法律不是很严格 因为元桃说实在 他统治方式比较落后 所以法制粗疏 税收也没有那么严苛 有点这个地方自治 元朝的统治者就关心一件事 把税收上来 有钱够我花 就完了 民众安居乐业 有钱人坐轿子 休豪宅 完全不用考虑僭阅阅的问题 但是到了明朝 家乡就完全不一样 朱元璋说嘛 元王 王之宇 宽 所以朕行政叫十之一猛 遍地科捐杂税 民众每天要面对繁重的兵役摇曳 被迫逃亡 松江府是十世九空 再也没有以前这个盛况 甚至明末号称明军的穆宗龙庆皇帝 还专门出政策对付江南富民 一旦犯事就往死里罚钱 且以言行逼供 让你交纳 号称为国家储蓄钱财 吴吕镇写这些东西的时候啊 是明末清除 此时北元都快灭亡了 绝不会派特工给他钱 让他专门说好话 是吧 那唯一的理由啊 只能是当时就是老百姓可能口耳相传 元朝的生活确实比明朝好 是吧 实际上元朝对江南的控制特别宽松 明朝中后期礼部尚书于慎行也提到过 原平江南政令输阔 赋税宽简 他无蒸发 元朝啊 他的主要财政来源不是农业 而是盐业和商业 政府依赖商业 自然呢就会鼓励经商 商业繁荣最关键的因素呢 就是自由 而自由又会进一步削弱政府的控制力 所以江南才会出现有钱人修豪宅 可以不考虑建阅的问题 正是因为元朝管的松 民间才会有人组织聚集 最后呢形成农民起义 对吧 因为这个元朝他没有汉话嘛 说白了是 所以他不搞那套什么重农义商啊 以农为本呢 他本身就是游牧民族 他对这个这个农业这个东西本来他也就不是很熟悉 对吧 而且呢 咱们讲过元朝他一向是重用这个回惠人啊 就是这个色慕人色慕人就是擅长经商的阿克马呀 卢世荣啊都是这么一帮人啊 等到这个明朝建立 朱元璋称帝之后总结前朝教训 作为这个元朝宽松统治的受益者啊 他提到胡元以宽而施 朕收平中国非猛不可 是吧 元朝对民众太宽松了 咱们前面说了 我得用点猛招 所谓猛其实就是严刑俊法 科捐杂税 不仅呢 把元朝建立起的那点商业基础打没了 也让松江府是实事就空 这样一来 当地民众怀念前朝 那是很自然的事 是吧 所以好多这个 包括元朝投降 那个明朝的汉族官吏 都在自己这个日记当中啊 说身在江南 心系末北 还想着雇主怎么样 所以有人说 怀念前朝是因为生活不济 还有人怀念 那完全就是另有打算 那比如说起军领袖 为何让自个儿起兵呢 更有正义性 也会打着怀念前朝 光复前朝的旗号 招兵买马 这里面呢 最典型的例子 就是元朝末年的韩宋政权 韩山童韩林儿父子起兵 选择以宋为国号 韩山童自称徽宗八世孙 要复辟宋朝 当然历史记载 他这纯粹是乱攀亲戚 那他们为什么要找这么一位祖宗呢 就是因为他自己也明白 我这股势力做大之后 很可能自己内部就会迎来内讧 韩山童麾下的将领就会琢磨 你能称帝 我为什么不行 到时候朝堂之上兵戎相见 完全是可能的 因此韩山童父子贸认自己是宋徽宗后人 就是我有法统 我有这个正确的法统 自己有了这个一定的尊贵属性 再加上奋斗的目标是光复宋朝 在道义上就占据了制高点 手下的人无论是叛变 还是另立门户 理由都不充分 所以呢 这种打着前朝旗号造反的方法 就被后人全盘接受 咱们看这个清朝不少民间造反 都是以反清复明为口号了 连孙中山在民国建立之后 也是先去孝陵祭拜朱元璋 而且呢 甚至他在这个1911年12月 发表的中国同盟会为团结同志宣言 上面说的也是 使朱明之序不绝 让明朝的正统不至于中断 连官方发言都这样 所以鲁迅在写这个阿Q更传里边就说 革命后老百姓缠白布给重真代孝 这就一点都不奇怪 除了这个生活不如意和有人煽动 这两点原因之外 一些社会矛盾也会让这个民众啊 下意识的怀念前朝 咱们都知道 辛亥革命其实成功的挺偶然啊 连孙中山都觉得意外 更不用说其他民众 他们连抬头跟县官说话都不敢 突然间给他们讲共和 怎么能理解啊 所以新生的民国政府啊 推行的政令 在民间社会的推行就很成问题 你知道政府让民众捡辫子 民众觉得不成体统 不愿意捡 不愿意捡 跟当年让他留辫子一样 祖宗留了的东西哪能捡呢 所以民间捡辫子这个行为 就成了带有暴力和强制性质的行动 民事长官大多利用暴力机关 甚至流氓黑社会 在街头看见辫子就捡 这么一来更激发了民众的逆反心理 平民和政府机构的矛盾特别尖锐 原来一些持观望态度的民众 到这个时候也不捡辫子了 对于基层社会的来说呀 他们的判断往往就是民国不如大清 所以你看那个仁义这茶馆 他太经典了 一部中国近代史的茶馆 这出这出戏大家一定要好好看 伙计李三都说过 我还得留着我这小辫 万一哪天把皇上给请过来呢 所以总的来说呀 怀念前朝这件事 其实并没有多少情怀的成分 主要是因为对现实太失望 或者呢另有所图 才会怀念过去的时代 怀念只是把不满的情绪用另一种方式抒发出来 如果清朝正通人和皇上爱民如子 江南百姓就不会想着反清复明 如果民主共和观念真的深入人心 甚至民国政府给每家买户发石块大洋 让民众捡辫子 那民众绝对比谁捡的都快 好了 关于古代怀念前朝啊 咱们今儿就聊这么多 欢迎您关注我的频道 加入我的会员 谢谢大家